独自在海外留学 各方的压力以及文化差异 令不少学生感到吃地 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一位高校女生 通过修炼法轮大法 不仅化解了压力 还改善了与家人的关系 下面一起来听她的故事 来自越南的妮娜 是悉尼科技大学的二年级本科生 两年前 18岁的她独自一人来到澳大利亚求学 面对生活和学习上的重重压力 她感到非常焦虑 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幸运的是 妮娜想起了在离开越南的时候 母亲在她的行李中放了一本转法轮 读了转法轮后 她感到人生中的许多困惑都得到了解答 内心的焦虑一扫而空 妮娜把真善忍的原则运用到生活中 她发现这让她在学习中更加顺利 修炼法轮功后 丽娜还发现 她和父亲的关系得到了明显改善 妮娜表示 世界需要真善忍 她希望自己修炼大法受益的亲身经历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 新唐人澳大利亚悉尼记者上报道